全世界相對來講政府槓桿比較高的國家 大概就是委內拉還有像日本 都是屬於比較高的國家 那比較低的國家大概是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汶萊 甚至台灣也是屬於比較低的一群國家 那政府槓桿影響的因素有很多 第一個跟這國家的天人資源 因為國債發生違約的情況 它不只是它的違約風險增加 而且連帶的會把整個市場的系統性風險都一旦推升 市場的指標利率上升的情況之下 也會造成所有借貸的成本大幅的攀升 其實不只是銀行它握有債券 包括外國政府 因為它也是要進行外匯準備 所以它也會握有美國政府的國債 另外一個很大的美國國債的持有人就是保險公司 聯邦儲備理事會還會繼續的調升利率 而調升利率的空間又很有限 大概就是往上頂多再加兩碼 那甚至就是加一碼就停止成升級的動作 但是這種比較高利率的情形 大概可預見的家人大概就是會維持差不多12個月到18個月 如果從2023年的4月開始來算的話 大概利率最高的部分大概就是在這個局 政府負債產漲的速度 比這個經濟產漲速度快來強盡超過一倍的速度 美國目前來講政府的債限 如果我們從標準圖額來看 它現在是AAA plus 中國來講的話是Single A plus 所以他們是差一個等級 整整一個等級 中國政府的負債成本 其實就是較高於美國政府的負債成本 再加上中國的國債它的實質 最近有一個很熱門的議題 就是美國債務上限 其實這個議題從去年討論到現在 就是去年它已經調升了一次 然後這一次又要求說 債務上限好像又快到了 那大家比較好奇的是 其實台灣沒有這樣的設置 台灣沒有所謂的債務上限 那為什麼美國會有 全世界有多少國家有這樣的設置嗎 它設置的目的是什麼呢 全世界像美國有這樣子債務上限設置的國家 而且是根據它絕對金額 來設置債務上限的國家 其實只有兩個 一是美國一是丹麥 全世界來講說是比較少見的制度 但是如果說根據GDP它的比例 所設置的債務上限 這樣的國家相對來講是比較多一點 但是也沒有非常多 那為什麼會設置這樣的債務上限 它原來的目的就是在於 控制政府的支出 可是呢當時設計這個制度的時候 它沒有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隨著經濟的發展 政府支出的數量 當然也會隨之的向上調升 那經濟體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政府支出政府債務 當然會隨之來上升嘛 那譬如說在以前我們可能剛開始工作的時候 可能賺的錢比較少 可能借一百萬就覺得說很不得了的一個大數天文數字 那可是現在來講 如果當大家的收入提高的時候 那你借一百萬就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數字 所以這變成美國國會必須一直不斷的去調整 這種債務的上限 它這個設計 不然是某種程度可以限制政府的支出 可是也造成經濟在某些程度之下 就增加了政府負債違約的風險 那像這樣的制度啊 其實在美國當中它有真正的債務違約過嗎 那那個時候是什麼樣的狀況 有造成什麼樣的衝擊嗎 在過去是沒有真正債務的違約 但是有非常接近這種債務違約 甚至於說因為這個債務的問題 造成政府部分部門的關閉 也就造成美國的長期信用平等 就是standard pool 標準 pool 它的債信平等 後來有向下調整的情況 從三個A AAA 下降成AAA Plus 那其實這個債務平等下降半個基數 其實就是會對於美國政府 它負債償還利率的那個成本 會增加很多 後來的債務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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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負債的負債責任 又會嗎 如果有任何負債責任 會不會負債責任 負債責任 但是由於總統繼續遮掩 法國的民主會作為行動 所以我們這就是我們的計劃 在下個星期 法國會選擇一策 去下個月 減債賦監獄的億元 令我們不在乎中國 減少高財富 全都不觸碰 社交安全和美金 那是不是美国其实到最后债务上限都能够解决 对不对 是在两党有时候是一些角力之下都能够解决 可是这样会不会沦为一种就是谈判筹码的工具呢 是的 是会沦为政府财政的一个专业的问题 变成是一个政治上面谈判的筹码 甚至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 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债务上限的争吵 主要是在于民主党政府 他看到这个债务上限必须向上调升 而目前美国的国债将近25% 其实都是在前任川普政府他任内去累积下来 那共和党内有少部分所谓的比较右派 其中右派的这些众议员 他们对于这个债务上限就采取一个比较反对保留的态度 然后享用这个方法不光是牵制民主党的白宫的政府 然后也某种程度来讲 来主导共和党他指的政策的一个方向 所以真的要看说极端右派 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他们才会愿意进行妥协 另外还有就是说在于拜登政府他怎么样去跟共和党这些国会议员进行一些游说和妥协 通常来讲在过去的经验确实在某些程度之下都会进行妥协 因为一旦美国政府的政府在发生这种违约的情况之下 将是全球经济的一个大型的灾难 那最后看说这些议员他们的底线到底是违和 还有他们是不是能够承担这种可能会造成这历史性灾难的一个历史罪人的罪名 那教授刚刚有讲到说如果他们的信品被就是降级的话成本会增加蛮多 是因为说他的信用平等没有那么好 所以他在国债的就借贷的部分利率会提高是这样吗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债券投资他都会面临到几个风险 包括他的利率风险他的违约风险他的通货膨胀 风险还有他的流动性风险在内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的违约风险这个部分 那违约风险它是对于经济的成长前景是非常敏感的 那如果说美国债发生违约的情况 他不只是他的违约风险增加 而且连带的会把整个市场的这种系统性风险都一旦推升 一旦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推升之后 他会连带造成其他风险的贴水也一并的上涨 那一旦市场的指标利率上升的情况之下 也会造成所有借贷的成本大幅的攀升 因为所有的企业他借贷成本 当然都一是根据所谓的指标性利率 也就是政府的国债利率来进行一个定价 如果政府的国债利率飙升的话 那会造成企业融资的成本的大幅攀升 也会造成这个市场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严重的 这个价格修正的情形发生 所以到时候会造成所谓的国债价格往下崩跌吗 那这样子会不会进一步造成 现在有很多银行他们持有长期国债的这个配比比较高 会造成另外一波的金融危机吗 是的 因为其实不只是银行他握有这个债券 包括外国政府 因为他也是要进行外汇准备 那所以他也会握有美国政府的国债 另外一个很大的美国国债的持有人就是保险公司 因为保险公司他来讲 他是做一个长期的资产配置的一个管理 那保险公司他的价格也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也带着影响到被保险人的权利 郭先生 因为我看他们说目前债务上限的 dainline有可能就会落在八月就是八月以前一定要提高这个债务上限 不然这个违约的这个几率其实是非常的高 所以在目前看起来说如果他真的违约会造成不只是美国自己本身的问题 还有全球的一些危机的话 所以代表拜登政府这一次要妥协的程度应该是比过去都还要高了 是的 因为目前来讲美国的众议院是由共和党掌握 那共和党他虽然是少数少数的这个多数 只是刚刚好过半的一个多数 可是呢共和党内有一些就是说比较右翼比较激进的一些众议员 他基本上是掌握了就是说这个共和党主导共和党的一个方向 那这些右派的议员呢他们有很强的一些agenda 所以常常变成是牵制整个共和党政策的方向 也就是变成说拜登政府必须是要在某些程度上 要做出一个比较强的让步 但是我们也可以回想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因为就像小林刚才讲的 一旦美国的国债发生这种违约的情况 那不只是美国政府的一个灾难 事实上是变成全球经济的一个灾难 所以这个后果之严重 并不是任何个人或任何政党 甚至一个国家所能够承担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民主共和党党可能还是在某些程度下会做一些妥协 譬如说在预算方面他可能做一些消减 然后将这个支出做一个控制 那暂时能够度过 所以我们可以说债务上限的提高部分 可以从比较乐观的角度来看待 因为到最后其实还是不得不过 神圣乐观 神圣乐观 因为这要看拜登政府有多少空间可以退让 那也要看共和党这些众议员 他愿意退让多少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教授过去曾经有做相关的一些研究分析 从1990年代末期之后 美国联邦政府长期连年的这个预算赤字 其实是突然的暴增 那教授可以谈一下说 那时候债台高足的原因是什么 那什么时候开始更加剧 那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府财政支出上的主张 是否很不一样呢 美国9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有少数的盈余 那是在柯林顿他执政的晚期 那主要是在于 美国那时候整个经济来讲相当的不错 所以税收他有相当好的一个情形 可是在2000年代初期之后 美国就发动这个对阿富汗的战争 后来又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 那这两个战争其实都非常的烧钱 将美国的这个政府的一个财政拖到一个情况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阿富汗战争是到差不多一年半之前才真正的美国从那边撤军 而这个情形呢其实是说对美国的财政来讲 他所造成的一个伤害 其实是非常的严重 那除此之外 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是造成美国政府这个赤字大幅上市的原因 因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呢 美国财政部他撒了大量的钱去救金融机构 还有救这个房市 所以造成他这个很大的一个财政的窟窿 另外一个很大的财政的负担 来自于2020年 这COVID-19发生之后 这个川普政府他也是进行很多的一些救济的措施 那这些救济措施当中也是其实花了相当多钱 比如说这个有人进行这个统计 川普政府在最后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之内 2020到2021年年初 即使到拜登执政 川普政府他所拟定的这些Program 大概就要花掉3.5兆美金 那3.5兆美金来讲 光这那一年COVID-19有关的这些支出 大概就已经占美国目前政府负债超过10%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战争的支出 然后再想象这个金融危机 再想象这个因为COVID-19所发生这些种种的因素 造成美国政府这个支出大幅度的增加 而这个大幅度的增加 就是说造成美国国债一直往上增加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民主党跟共和党在政府的财政支出上 是不是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那民主党通常来讲给选民的印象就是属于重视社会福利 增加政府支出 然后共和党是属于小政府缩减政府支出的一个政治主张 但是实际上在执政之后呢 往往他们的情况是相反 因为共和党他可能会在政府支出上面 他可能民主党政府执政的时候更不加手软 那他的支出大部分都还是花在军事方面的地方 那民主党虽然是主张这个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加 但大部分来讲他们对支出上的控制来讲 可能会比就我们从历史的观点 从实际的观点来讲 是比共和党政府好一点 比如说像柯林顿政府 他后期有产生财政盈余 那这财政盈余来讲 这个是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 大概在过去四五十年 大概只有柯林顿最后执政的那几年 他才有这种财政盈余 其实其他的时间都是发生这种财政赤字的这种情形 那特别是财政赤字呢 到这个布希和川普政府的时候 是特别严重 所以他们的基本的主张是南辕北侧 但实际产生出来的绩效呢 也是南辕北侧 也就是说民主党虽然讲说 我要增加这种社会福利的支出 可是实际上他可能在管理上面 会比共和党来的有效率一点 那共和党虽然说在财政政策上面 他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 可是呢在实际他执政之后呢 所做出来的绩效却是比较花钱花的 会比民主党来的凶 这一段时间开始了 在2020年 这一段时间在财政和财政的财政 后一段时间开始 准备100%的财政 在2021年代的2021年代 我们看到一个确凸在财政的财政 财政的财政 距離的距離的距離 是一個距離的距離 在過去70年 但是 2023年 我們看到公司貸貸 再次增加 公司貸貸 現在增加 再次增加 再次增加 因為我看這個債務 其實不斷增加 尤其IMF有特別的示警說 其實全球最主要是兩個主要經濟體 債務增加的速度其實是最快 占比也最高就是美國跟中國大陸 那目前美國已經 面臨了這個所謂的債務上限的問題 那如果他下降這個債務 到底有什麼樣的方式可以做呢 其實債務的管理 這個人跟政府 其實有某些地方是可以相通的 那當然就是 第一個就是最重要就是量入為初 首先就是說 在路的部分來講 要提高這個增稅的效率 還有就是促進經濟的發展 因為經濟發展 好的時候那羊毛 除了羊身上 羊當然就比較多毛 可以讓你拔 那不論是個人 不論是企業界 另外就是說 美國稅務上面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的 美國國稅局IRS 他的預算逐年下降 特別是在川普執政的時候 他對美國國稅局的態度是極為敵意 所以他的預算少很多 少很多情況之下 稅捐激增的效率就會受到相當的影響 對於小額的一般的納稅人 他們當時有能力去徵收 因為有正常的收入 薪資收入的這些納稅人 比如像我 這一毛錢都是少不了 可是對於一些大企業 或者是富有的個人 因為他們可以雇用會計師 雇用理財分析師 雇用律師 進行一些比較積極 或者是比較 有走法律邊緣的一些避稅的方法 所以對於美國國稅局來講 要去跟他們收稅的困難度 就提升很多 另外還有就是說 因為美國的國稅局 他的資訊系統太過老舊 那他也沒有辦法去進行這些 激增資訊的一個更新 那還有就是說 因為他們欠缺預算 所以他們沒辦法去聘請律師 聘請會計師 對於那些比較大的欠稅人 進行吹討的動作 所以這個目前來講 就是說他的在量度來講 事實上他有很大進步的空間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美國整體來講 在2021年 整體企業的稅前淨利 超過一兆美金 可是他的有效稅率 他實際繳稅的比例 去遠遠低過個人 所得稅的平均的稅率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他有必要去進行改革 這是量度的部分 那另外支出的部分來講 他要提高支出的效率 支出的審核 也就是他很多地方 可能是花在比較沒有用的部分 那他要考慮說 我一旦這個支出之後 是不是能夠相對來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 帶動經濟的發展 這解釋他政府一個很重要 要考量的一個部分 那他三之十其實可以公錯 台灣其實也可以從這些 他過去錯誤的地方 或者過去需要改進的地方 來學習到說 我們怎麼樣改善 我們政府的財政的部分 因為我看您那時候的 就是文章當時有寫到 就像剛剛說的 就是從極端富人和企業所得的部分來著手 那這部分我就會想到那個 中國大陸他們推了所謂的共同富裕 也是從大的企業跟富人著手 所以這是不是有點類似 還是其實是不太一樣的呢 精神上兩者其實是接近 但是手段上這兩者是不一樣 因為賦稅政策 畢竟是一個公共政策 經過國會的通過 那這才能去實行 而且就是說你任何的徵稅 他必須是根據法律上來執行 但是共同富裕來講 首先共同富裕他具體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就不是很清楚 因為共同富裕這口號 其實從毛澤東那個時候就有了 後來鄧小平也有在講 那現在是習近平他執政的時候 他特別也在講這個所謂共同富裕 但是他具體的作為是什麼 具體的內容是什麼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要達成共同富裕的方法 他其實在美國來講 他當然就是使用租稅政策 那可是中國來講 他的共同富裕 這個租稅政策 是不是用使用租稅政策呢 也許是 但是更多的時候是要求這個企業 要進行一些捐助的動作 那這個捐助 是不是變成是一個不樂之捐 那這個就要一些考量 因為任何的企業捐助 回退社會 這是應該要做的事情 因為這是一個社會責任 可是呢 這企業畢竟他有他的考量 他是一個盈利機動 那如果這個是一個不樂之捐的話 那可能造成說企業的經營的風險增加 造成投資或者是磨練投資都會裹足不前 那這個就是要再生考量的一個問題 政府的財務槓桿取決於多項的因素 那有哪些 那目前全球排名的順序是什麼 那有哪些國家最高 哪些國家最低 那台灣排名是多少呢 好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也就是我們可以看看別的國家 他到底有什麼樣的情況 我們可以進行一個比較做一個參考 那目前來講就是全世界相對來講 政府槓桿比較高的國家 大概就是委內拉還有像日本 都是屬於比較高的國家 那比較低的國家大概是科威特 沙烏地阿拉伯問來 那甚至台灣也是屬於比較低的一群國家 那政府槓桿影響的因素有很多 第一個跟這國家的親人資源有關係 因為我們可以看剛才講到說 像沙烏地阿拉伯像科威特 他們是屬於天然資源的國家 第二個是跟政府的財政管理效率有關係 那因為台灣不是IMF的會員國 那一旦台灣發生這種金融危機 那就是屬於孤立無援狀態 所以台灣的政府長期來講 對於這個財政政策來講 也是採取一個比較保守文件的 當然這個保守文件 我知道在金融圈裡頭 有些人可能也不是那麼的同意 這個一個態度 但是畢竟這是政府施政的一個討論的方向 第三個跟這國家的政府 它舉債的能力有關係 因為像美國它是屬於財政槓桿 也是比較偏高的國家 但是它當然不是說高到說像日本 高到超過250%的程度 甚至委屬於內拉可以 政府的負債可以超過GDP的變成350% 美國目前來講 大概是在128%左右的這個情形 那美國政府之所以能夠取債那麼多 那跟這個政府的債性也有關係 還有跟這個美國金融市場的成熟度有關係 因為你發債之後 如果市場上有人願意買 那當然它相對來講 就比較願意去發債 那同樣的情形在日本也是如此 那另外第四個就是跟政府財政紀律有關係 像維瑞內拉 它雖然是有很多的很豐厚的自然資源 可是因為政府的營運是非常有問題 極度沒有效率而且腐敗 所以會造成這種負債的比例會急劇的上升 那另外比較老的國家 比如像歐洲國家還有日本美國 它負債比例比較高 因為它政府的程序的時間比較長 那比較年輕的國家 政府的成立的時間比較短的國家 它負債比例就是比較偏低 另外小林剛才講到說中國政府負債的問題 其實這是另外一個很值得注意的警訊 因為中國的政府其實相對來講 是屬於比較年輕的國家 而且中國的經濟也是在最近這三四十年 新起的一個經濟體 可是政府負債比例我們可以看到從2014年左右 急劇的從差不多負債比例 差不多從39%左右 現在已經攀升到超過70%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政府負債 這個比例已經幾乎是翻倍 那我們如果再考量說中國的經濟從2014一直到現在 都還是有成長 每年都還是有成長 那可以想像政府負債成長的速度 比這個經濟成長的速度 快來將近超過一倍的速度 那這個政府債務大量的累積 那這是一個不是很好的一個情況 特別對中國它是屬於一個新興市場 然後又相對於是政府是比較年輕的一個國家來講 這個其實是會是一個潛在的危機 那如果中國大陸這個所謂的潛在危機 如果它的經濟成長率都維持得還不錯的話 這危機是會比較小嗎 那如果沒有就是它的經濟成長率 所以目前看起來就是沒有像過去兩位數 都是剩各位數的發展 那這樣的危機又會是什麼呢 如果中國能夠維持過去的這種高經濟成長 也許這個政府的負債 它不會是變成真正的危機 但是現在連中國政府 還有國際的各方面的研究機構 都已經認清現實 就是說中國的這種兩位數的經濟成長率 已經變成是一去不復返的一個情形 當政府的負債過度增加的時候 它有可能就會有出現違約的風險 特別是目前來講 美國目前來講政府的債限 如果我們從標準普爾來看 它現在是AAA plus 中國來講的話是Single A plus 所以他們是差一個等級 整整一個等級 那中國政府的負債成本 其實就是高於美國政府的負債成本 再加上中國的國債 它的市場流動性 可能並沒有像美債來得高了 所以對於中國來講 這個它政府一旦負擔不起的時候 它這個可能會造成中國經濟更大的衝擊 像台灣的債性的部分大概落在什麼樣的等級 那我們過去有比較低過嗎 台灣從2000年代初期之後 就進行政府的債性平等 那一開始我如果記得沒錯的話 大概就是在Single A 那現在目前來講 已經在去年調漲成AAA plus 所以是屬於跟美國是屬於同一級的一個債性 那全世界目前來講 有11個國家它有AAA的債性 也就是最高等級的債性 再下來就是AAA plus 就是美國和台灣這樣子的一個債性平等 那我們可以給各位來參考 中國目前來講它的債性是Single A plus 那跟日本是一樣的債性平等 那台灣目前的AAA plus的債性平等 其實是高於這個大部分的歐盟的國家 所以算是相當的不錯 相當的穩健 那政府債性 除了跟政府對於財政上面的一個管理有關係之外 那當中跟整個國家的一個經濟的前景 也很密切的關係 那表示說以長期來講 其實從國際的投資信用平等的角度來看 台灣還是一個相當不錯的一個投資的一個標的和環境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目前債券的利率近期的發展跟現象是什麼 目前美國10年期的政府公債 它的利率大概是落在3.4%到3.5%左右的一個區間 它目前來講可能在可預見的一年之內 大概都是在這個區間 甚至是稍微的往上升的一個情形 原因是我們可以預期到聯邦儲備理事會 還會繼續的調升利率 而調升利率的空間又很有限 大概就是往上頂多再加2碼 那甚至就是加1碼 就停止只能升級的動作 但是這種比較高利率的情形 大概可預見的家人 大概就是會維持差不多12個月到18個月 如果從2023年的4月開始來算的話 大概利率最高的部分 大概就是在這個區間之內 有什麼樣的狀況出現的話 是大家要特別小心的嗎 我想主要值得注意的指標 就是還是兩個率 一個是失業率 另外一個是通貨膨脹率 因為目前來講 聯邦儲備理事會 電資在資的就是怎麼樣控制通貨膨脹 如果通貨膨脹率有這種向上調升的情況下 可能要比較注意說 美國的央行體系是不是要往上調升利率 超過原來市場的預期的情形 另外一個是失業率的部分 因為失業率勞動市場 還是某些程度來反映整體經濟的一個變化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美國經濟在可預見的這個未來 大概在一兩年之內 2023、2024年之內 可能情況都是屬於比較衰退的情形 那如果說失業率有大幅攤升的情況下 印證這個經濟衰退的情形 可能超過我們的預期 那對於同事人來講說 這必須要進行一些比較密切的一些注意 所以我是建議同事人 可能還是看兩個率 一個失業率 一個是通貨膨脹率 那至於在這個國債跟公司債要怎麼購買 其實上一次錄影的時候 教授已經有特別提到 大家就可以看上一次的影片 就能夠了解 怎麼樣挑選標的 然後的條件是什麼 今天非常謝謝教授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教授 謝謝主持人 也謝謝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 謝謝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希望教授能夠研究解析的 也能夠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我們會盡量的來回覆大家 我們在武蛇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線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我們不放棄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和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足 會不會 好 請 請 請